男人不远千里回来看望自己的母亲 却发现母亲被哥哥锁在卧室 而且卧室的门还被换成了铁栅了 当他打开锁进去后 妈妈竟急忙收拾东西让他带自己回家 而男人也看到 屋子的墙上被妈妈画满了书盒羊群 夜里 他被吵醒 他起身去查看 原来是母亲又在墙上画蒙古包 哥哥过来阻拦 生气的妈妈竟然用尿拌好的颜料抹了哥哥一脸 哥哥强拉硬拽地把妈妈拉进卫生间 准备冲洗 男人看到哥哥对母亲粗暴地举止 他本能地上前阻挽 却被哥哥一把推开 看着母亲可怜的样子 男人终于控制不住 随后兄弟两人打了起来 哥哥生气地离开 这是嫂子过来给妈妈冲洗身上的污秽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 男人问嫂子为何侄子中午不回来吃饭 嫂子说妈妈经常这样折腾 回家不如在学校休息得好 就给伴了住校 长时间的压抑让嫂子安安不住要说实情 却被哥哥阻止 但男人还是执意要嫂子说 前段时间因为妈妈在屋里闹腾的动静大 楼下的一对小夫妻找上门炒 结果生气的妈妈一把把人推下了楼 对方挽了脚 就让他们赔钱 但家里既要供孩子上学又要照顾妈妈 根本没有钱陪他们 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把家里唯一的一辆车卖了 而且妈妈的阿尔兹海默症越来越严重 大多时候连他们都不记得 甚至有几次还偷偷跑出去 说是要回草原 为了安全只好将妈妈锁在屋里 嫂子诉说着这几年的苦 这时妈妈吸骨髓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聊天 怎料妈妈突然变了脸色 静起身拿着东西就要走 哥哥把妈妈拽着坐下 哥哥生气地离开餐桌 男人也看出了哥嫂的难处 于是决定带母亲回草原的老房子走一走 或许对妈妈的病情有帮助 但当他们的车子刚启动 哥哥就追上来 其实哥哥并不是不爱妈妈 只是她也很难 此刻的母亲似乎很清醒 也似乎很理解大儿子的不容易 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母亲的心情格外地好 她看着一路上熟悉的草原 用手去触摸去感受着熟悉的感觉 一回到老房子 母亲就开始熟练地收拾屋子 看到相框上曾经小儿子 在码头青比赛夺冠的照片 她自豪地和男人说 由于老房子有些年 没回来住 电路有了问题 她被草原上的电工打去 电话寻求帮助 没想到来的却是电工的女儿塔纳 对方解释说自己的父亲忙得走不开 只见塔纳用电表测了下电瓶 就推断出事电瓶坏了 让明天买一块新电瓶 她过来给安装 说着还留给男人一个手电筒 说今晚先将就着用 有及时可以再给她打电话 说完便骑着摩托扬长而去 深夜 草原的风将屋子的门吹开 男人起身关门时 却发现母亲早已不在 她慌忙地拿着手电追出去 但漆黑的草原无异于大海捞针 她瞬间体会到了大哥的不容易 她一边寻找一边 给塔纳打电话寻求帮助 然后一个人在茫茫草原找了好久 直到塔纳过来告诉她 母亲找到了 是一个阳关在很远的塔头 室地里发现兵报了警 当塔纳带男人打到时 天已经完全亮了 所幸母亲并无大碍 警察把他们送回了家 一夜地寻找 让男人的脚磨出了血 塔纳说虽然马薛需要磨合妻 但在草原上绝对比脚上的血更合适 男人解释说 只是回来暂时住几天就没待 当她向塔纳表达 帮自己找妈妈的谢一事 对方却说 但会不会有任何回事 好想是 好想是